静后比赛开始 好了 裁判上想比赛开始 给到了右侧 自己调整 左脚再传到后点 这脚电射 两人球队是实力比较接近的球队 特别是在这种定位球的主罚判断 还有反击上 要足够下足够的文章 门前的空门 埃乌洛和曹康两点的包抄 黑龙江是制造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次险情 来自于一次定位球 这是埃乌洛争到了第一点 但是弹 主跑右脚打门 漂亮 这脚质量很高 相同的人相同的位置来主罚 再找相同的人 投球球进了 球进了 果然 黑龙江这边是凭借着一次定位球 潘超然为他送上脚球的直接主攻 再来看一下 这是埃乌洛和张浩的同时起跳 埃乌洛这次头顶 顶到了这个 陈利明 速度真快 横摆给埃乌洛 给到中间漏一下 右脚打门 这次前场的进攻配合 转眼之间 黑龙江这边打反击 重视效率 重视效率 陈利明内切 给到李帅 再给到埃乌洛扣一下 横传 中路的包抄 没有将这个球碰到 再来欣赏一下 陈利明给到李帅之后 在后点李帅 这次是险些 埃乌洛这个点 二点的保护 黑龙江这边做的不错 给过来 陈利明 在右侧内部 单对单 选择了内切 打门 打在李柱上 再补射 球进了 球进了 在一不在二 埃乌洛的这次转身 打门 弹在李柱上之后 再来看一下 这是陈利明 在右侧内部的单对单 关键的这一桶 关键的这一桶 左脚捅给了埃乌洛 埃乌洛这脚转身 打门的 打在了远侧的 自己转过身来了 前场一个三打三 好机会 陈利明 自己内切 左脚的打门 漂亮 这脚打门很精彩 陈利明应该会 内切之后 选择左脚直接兜 再来看 这脚打门 傅景宇 他的整个的位置 心肠音 听得很清楚 脚球 头球 真的3比0 真的3比0 好像是撞到了 这个头部了 再来看一下 这个球 埃乌洛在倒地的一刹那 胡敬也将这个球顶进了球网 直接助攻队友打入 哎 战术脚球发出来 再打 捕射 王子冰 再捕射 球又进了 4比0 刚才这个开脚球之前 我听到这个看台上的 直接笑了啊 真的很聪明啊 这边 潘玉晨 接到 队友给出的 短角球之后啊 应该差不多 要结束了 4分钟 不是刚刚到 主打喊 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